武漢市江岸區68歲老人黃先生向外界求救 他被隔離後5人救治 要等待試劑盒來檢測結果 老人擔心無法堅持下去 另一位武漢市民彭先生74歲的母親 在感染後社區和醫院互相推諉 不但得不到隔離救治 反而和家人以及醫院病人交叉感染 武漢市民黃先生出現感染病毒症狀 在酒店隔離幾天了 天天盼著接受救治 但根本沒人管 武漢市民彭先生年邁的母親感染病毒 按照當局程序 先去社區檢查 社區推給醫院 後5的時候就發現發燒了 整個結果就是收費有感染了 他說要我們找該地 該地要我們找社區 社區要我們找該地 該地拿到要說要你們打120 打120120要說推到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推給推來 就是沒有人來 現在倒去推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 我乾脆一家人都被傳染在哪 這不像是社會出的多麼好 根本沒一個人理到現在 彭先生說 實際情況根本不像中共媒體說的那樣 他擔心老人受不了這樣的折騰 新唐人電視採訪報導 新唐人電視採訪報導 來選擇 夜 Kane 喜好 2 10 5 14